接下来我们的操作是进行这些场景模型的初步材质的调节 比如说我现在对这个马路的粒心材质进行调整 打开第五渲染器自带材质库里面有一个粒心材质 附加到这个马路上 把三项映射打开 拉伸的话我建议是拉大一点 把这个材质的纹理表现得更好一点 不然离得太远的话你要看图 看到这个马路就是漆黑的一片 没有一点的纹理 把这个亮度给它调大一点点 不然太黑了 这个侧型线的话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模型是悬浮于马路上的 但是如果我们拉远的话是无所谓的 不然可能会出现重面破面的情况出现 无所谓的 把这个颜色高光粗糙度调整一下参数 调不调都可以 看你自己吧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配楼的模型 现在它默认的这个材质导入进来是一个透明的 吸取一下 然后改成自定义 颜色的话不需要太深也不需要太浅 太浅的话是一片的那种特别的亮 抢了组建筑的分头 这些参数自己看着调 调整材质是在第五渲染器里面一个很基础的操作 所以我现在进行二倍数的播放 这个地形的话我给它一个地形草材质 然后再吸取 附加到别的模型上 有时候会卡一下 地形草千万要注意 不要附加到特别大的模型上 不然就可能就卡死了 现在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后期再进行处理 这个楼体的建筑 不要太亮 玻璃材质 95亮度 高光给个0.6 透明度不要特别透明 890就可以 这个应该是个金属材质 观察一下效果 观察一下效果 金属材质 金属度不要拉得太满 不然它就特别的夸张 加上 2 1 2 3 4 5 4 5 5 6 2 4 4 6 7 5